你 您是 有个事想跟你说 你说 我知道 从我辞职 到现在自己创业 你一直都在帮助我 我心里都清楚 就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你不用感谢我 我做的这些都是自愿的 我从没想过 让你回报我什么 你别有负担 我不是有负担 我 那 如果我想靠你 再近一点的话 你也没负担吗 其实我觉得 我 从我搬家里之后 我就感觉你一直在躲着我 就给我感觉你很避嫌的样子 我 我没有 我是怕 如果我不这么做 以后我们连朋友都不是了 灰勋姐 我有一个事 也要跟你坦白一下 你说 我之前对你撒谎了 就是我说 这个事过去了 翻篇了 但在我这儿一直都没有 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喝醉了 我没有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喝醉了 好了 宇宙最帅最有才华的 秦医生上班去吧 走了 去吧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你早餐没怎么吃 把这个拿上 手术之前吃的 好 补充能用 谢谢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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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啊 苏英姐 早啊 米伯 一大早就看到你的秀恩爱了 我们就是正常关心彼此 没有要笑 其实秀恩爱也没有错 爱就应该表达出来 总好过被趁虚而入 你还要做什么 没事 一些个人感悟 不过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我今天还要和云生哥一起手术呢 我先走了 手术顺利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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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没事 我来 刚才挑的这些礼物 都是比较稳妥的 你那位客户应该会喜欢吧 我记得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也是在这个商场里买的 是一块手表对吗 嗯 倒是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很少手持过 虽然是偶尔会迟到的 但是 我每次迟到的都会楼下给你买一杯 你爱喝的奶茶给你陪坐 这家商场变化蛮大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喝奶茶了 疼太多了 我去买些生活用品 您好 是一起结账吗 对 一起 分开解 没事 我帮你一起付了 我 我给男朋友买得不太合适吧 好 那 来 扫微信 好的 今天麻烦你了 谢了 没什么麻烦 我反而倒觉得 你给了我个机会弥补遗憾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分开之前 你跟我提了最后一个要求 你说 想要一场 出走就走的旅行 看一场人出 但是最后 还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没能成型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遗憾 你忙吗 能理解 我只是没有想到那是你 给我提的最后一个要求 其实我这两年也会想 如果当年 我们踏上了那场旅行 看到了那场日出 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的 王总 秦医生还在等我呢 我先回去了 来 谢谢 谢谢你今天陪我挑礼物 谢谢 谢谢 这也太丰盛了 丰盛吗 嗯 不止这个呢 还有这个 还有啊 我看看 手术帽 嗯 希望这些帽子 可以陪你度过一种 大大小小的手术 你戴着它呢 就感觉像是我 陪在你身边 给你打气一样 我还喜欢 谢谢 喜欢就好 我今天去逛商场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啊 美食决定 建一个香风工艺医院 工艺医院 嗯 建这个医院的目的呢 就是让很多像乐乐这样的 儿童 在乡村也同样可以得到救治 那很好啊 很有意义啊 我是医疗顾问 米白呢 是项目负责人 他们现在的招设计师呢 设计师 嗯 大家呢 都希望你能来 那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就过来问问你 认不认 我还不知道你 之前那些慈善活动 都是你发起的 把资料发给我吧 真的啊 我想给你一个虾 苏妍说 她愿意了解一下 相村工艺医院的项目 真的 嗯 可能得麻烦你准备一些资料 晚上无愧地带回去 嗯 资料还挺多的 嗯 嗯 那我准备好了之后 我尽早给到她吧 好啊 那麻烦你了 走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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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